大家好,我是胡福奇社,欢迎你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这一集的话呢,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黑漫巴LS09号的武器专家 它呢,是从Hexpo的这个MPM系列06号的Ironhide呢,做放大啊 不过应该看得出来,还有一些修改而来的一个产品 那么呢,这一款LS09呢,我拿到一段时间 但是呢,因为呢,为了要拍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势必要把06拿出来做一个把玩 那我就把06的坏话,自己都在前面全部讲完好了 当时我做这一款的时候呢,我凭它是人形很帅,让我不忍苛责它 那我当时的节目是,所有网友们所遇到的06的毛病呢 我几乎全部都中奖了 除了顺边啊,缺件啊,两个拳头是装错 这些东西以外的中奖,我几乎全部都中了 那,为了要录这个家伙呢,这个06呢,我再把它从柜子里都拿出来 这个把玩体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差 那是我,Megatron是我MPMC的里头,我觉得玩起来最开心 这一款是玩起来最痛苦的 因为它最后的变形当中的密合调整是让人非常的恼火 OK,人形下呢,也有一些地方扣不紧 车型下的话呢,因为我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是弄断的 所以我这个车车型前面呢,是怎么样呢,也是无法密合了 那很多的伤心事在这个家伙身上啊 所以呢,就也放了一段时间吧 那我们就呢,做一些比对啊 那严格来说,这一款黑曼8的这个LS09呢 在他们家的产品里头呢,只能算是正常表现 中规中矩也并没有特别大的亮点 主要还是这一款06的槽点实在是太多啊 实在是太多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首先这个大小尺寸 应该放大至少10个百分比以上 甚至更多吧 然后呢,车子的我们就从正面开始看起来 从正面来看 大家最关心的啊 莫过于是这个前面这个引擎盖的部分 那当然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 是没有参考价值的 因为它已经这个卡扣件已经断掉了 所以它这个本身是无法密合 那我当时的节目我怎么拍的 都无法把它给密合到位啊 这是我客人的问题 我也不苛责它了 那么这一次的一个密合的LS09的密合 各位看一下 OK,基本上这个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前方这个连接的部分也OK 但是呢,GMC的话呢 多画了一横 多画了一竖 变成GMO 这个是规避一个版权的问题 前方的这个原本的这个车头灯啊 方向灯什么的都还是维持透明件 但是前面的这个bomber防撞杆的部分 防撞杆的部分呢 前后都一样啊 这个原本的官方版本都是灰色 但是黑板吧版本的话呢 都是变成的是一个黑色的 然后车子正面的一个挡风玻璃的部分呢 我觉得好像是这个HESPO的版本 是有一点点的一个灰 或者是一个茶色 隐蔽度还稍微好一点 但黑板吧的话是整个是白色 透明度更高 我觉得这是反正是扣分啊 内部的话都是机械的手臂啊 就不要看那么清楚了 上方的一个这个透明件 这是比较偏黄一点 但是黑板版本就是显得比较偏橘色一些 然后车子的一个侧方 可以看到这个 后照镜的部分 这是直接是钢琴黑 跟前方这个黑是比较接近的 原本的一个模具就是灰色啊 几乎这个以分色来讲的话 似乎灰色的部分 原本的一个官方模具好像比较多一点 那武器的话先取下来好了 我们把这把武器都拿下来好了 可能大家看得比较清楚啊 这个部分我再把它扣好一点 这个 这是原本官方的一个武器 其他这个武器呢 造型是做的很霸气啊 这个细节也很漂亮 但是黑板吧的版本的话呢 在涂装上呢 是有更进一步的一个进化 我们把它给拿下来 OK 我们先对比一下 大炮的尺寸 嗯哼 那以转动 这个转动性那很好 这个转动性的话就是有点卡卡的 基本上卡不太动 它是有一个这个发光的一个效果 按下去 OK 有一个蓝色的光芒 那么可以对比一下 其实细节的话 因为放大的关系 就稍稍稍稍有一点点的一个模糊 一点点啊 其实也不明 并不明显 然后原本灰色的部分 大家身上是黑色 那分色来讲 银色部分的话 层次感 M8的版本会胜出比较多 那么另外的一个 这个 这个武器 这里转动的话 我觉得是很紧的 基本上不流畅啊 那它一样是有个发光的效果 按下去 它就会有一个橘色的光 那这个电池的话是自带的啊 所以就 你也不用管什么型 你如果买的话 就自己就会附带了 OK 那一样是这个 金属键的部分呢 这一次的涂装算是比较好看的 正面 嗯哼 好 那它有一个卖点就是说呢 标榜就是说 这个家伙的武器呢 是可以给可以给这个原本官方的模具去装的 基本上是装得上去 孔洞是适合的 所以这一款黑面8的这个武器呢 可以给官方的版本来用 总监的武器呢 看起来更大 更威武啊 但是举不举的动作是另外一回事啊 行 那我们就继续比对一下车型车子的侧方 比较明显的一个 差别的话几乎是看不到 因为这个侧边的可能就是这个涂装 还有博派的标志而已啊 这个当然是不会有不会有这个博派的logo了 那么呢 在轮胎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原本的一个 它是整个是一块部件 但是呢 由于呢 黑面8的版本呢 它是橡胶胎的关系啊 橡胶胎 前后都是一样 都是橡胶胎 所以呢 它这个橡胶 跟里头这个轮框是塑胶 所以你一些光源一下照 你会发现也有一点点色差 这个色差是好的 比较说它是一个不同的分件 那滚动性的话呢 这一款完全变形到位的情况下 滚动性可以说是非常的好 以KO的玩具来讲 这一款的滚动性算是非常棒的 非常棒 那这个官方这个版本会更好 这个是 也不意外的一个结果 后方 我们再次看到 这个黑色波版本 灰色的部件还是比较多 这个黑面8的版本就真的就是黑了啊 那烟囱的部分 这原本的软胶部件 变成是一个铁的金属部件啊 然后尾部 一样这里 有露出灰色的部分 但是黑面8的版本一样是黑 包括后面的保险杆 都是有一个差别的 然后原本官方模具的一个 AutoBot的logo GMC 到了这个身上的话呢 就 博派logo当然就不见了 GMC呢 只是从原本这个右侧 移到了左侧 但是呢 它这里是GMC啊 并没有给它做一个修改 单子挺大啊 然后当时 有一些玩家的朋友们比较 抱怨的这个脚趾的部分啊 外露在后面这几个部分 还有这块部件啊 到了这个黑面8版本的话呢 做了一个修改 就这里 可以把它翻折进来 以及这块部件 这个部件啊 一样是做了一个翻折 把它翻进来 那么我提一下 很多朋友反映说 收到的时候 这几个脚趾 从盒子里打开的时候 就散落在盒子里头啊 是的 这个是不止一个人 反映过这样子的问题 那我也有 听说了 所以说 你就是收到的时候呢 赶快打开来看一下 看有没有缺缺脚趾的状态 那整个车形态的话呢 最大的一个改良点 主要还是在这个密合度 当然这个密合度呢 并非是一个 外观上的差别而已啊 你在整体变形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要调整到位 比这款 我知道有些人 是可以调整到位的 但是我可以跟你说 这款的调整的难度的话呢 会比这个的话呢 明显要低的很多 不会那么样的痛苦 我当提过说 一款玩具 如果你变形20分钟 你其中有10分钟以上 在调整密合度 那就是一个 很痛苦的 把玩笔的一个经验 这款的一个 调整的话呢 比较简单 比它简单很多 但仍然是需要 花一点时间的 如果你要完全密合 后面这几个卡扣 对不对 你全部都要扣上去的话 也是需要花一点时间 去做调整的这些 对不对 可以给各位近距离看一下 这个密合的话 是可以做到近乎是完美 但肯定 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去推压去搓柔的 那我们来进行一下这一款 LS09的一个变形过程了 主要的话呢 我们之前做过06的人变车 那一般我的惯例啊 是这种KO的一个作品的话呢 我就会反过来做一个正变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具体的一个总体变形的难度呢 变形我是觉得比较恐怖一点啊 像这个车顶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那把它掰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恐怖 我往两侧 掰开的时候呢 就觉得蛮吓人的蛮吓人的 这个地方 这里 那这里是有个倒沟啊 那我们先把倒沟给解开好了 从这个地方 OK 你看吧 这是倒沟翻开 这里有个倒沟 把它也分开 这里也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两侧都给解开 我的话那个LS06啊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图啊 跟这个图 有其中一边是断掉的 你看多种上下的一个咬合 包括这里 这里的话咬合的更多 一共四片 就掰起来的话 觉得特别恐怖啊 这里 这样子翻开 OK 这个变形的时候呢 虽然没有栽情啊 但是我觉得感觉比较恐怖 每次在掰这的时候呢 都要屏住呼吸啊 然后呢两侧先给掰开 先把它给拆成这样子 拆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翻到底部啊 我们干脆把它给 镜头给往上掰一点 上半部的变形呢 改的比较比较多一点 我们稍微讲解一下好了 讲解一下啊 首先把这个头的部分呢 给往上翻出去啊 两侧这个部件 这个部件先往上面 尽量都翻上去 头的话呢 就可以往上面抬一点 头往上抬 抬起来之后呢 先把这个地方 这个扑跟到 在这个地方先把它给扣住啊 先把这个基本的形象给弄出来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手臂的话呢 这里 这里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注意了 就是这个地方 他们新增加了这一个 这一个球关 这一个球关 要扣进旁边这个洞 这里跟这里 就这一处 这个球关跟这里 这两个地方呢 是他们说呢 这个地方扣上去 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胸口的一个V型的固定 那在那之前 我们就先把这一块部件 这块部件 把它给翻出去之后呢 我们这里呢 就把它给扣上 这个地方 那如果你发现扣不上的时候呢 这个球关本身呢 是不能够动的 你只能够靠旋转这个角度 旋转这个角度 去做一个扣上的一个动作 但是我可以跟你说 这里是 现在已经扣上了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扣上了也不代表它完全不会掉 有时候呢 你把玩太用力的话呢 它还是有可能会掉下来的 然后这个地方 原本的一个这个凸 这个地方 这个凸 就可以扣回 这个地方 如果动 就把它给按下去 旋转这个角度 把它给扣上 好扣上了 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所谓一个V型的一个胸口 这个头不小心摆下去啊 我们把它给再次的给扣上 那这一侧的变法呢 也是一样的 首先呢 我们一样先把这一个 应该先把这一块给翻出来啊 好 然后呢 这里就是这边这个洞 它要扣这一边 这个球关跟这个洞 OK 应该看得很清楚了啊 我用我的手指的话呢 去把它垫住 就把它扣 来看 把它给扣进去了 然后呢 旋转这个地方 旋转下来 把这个凸 这里 凸跟到一个结合的这边 凸 乌齐妈妈看着不是很清楚啊 把它给扣上 OK了 这个呢 就是他们所谓一个V型的一个胸口 那在这个情况下 由于要扣那个球关的关系 这个轮胎呢 顶多极限就是收到这里了 没有办法再往内折了 那这个手臂的话 就自然下垂就可以了 两侧自然下垂 以及呢 原本模具呢 这一片 是在二头肌上面这里 但是此时此刻 它是直接的就是转到了这个 铁皮的一个肩膀后面 等于这块部件呢 是有被修改到 它的位置呢 是有变化的 有变化的 我们呢 把它给往上面翻折 先折成 这样 这一片的放法是没有特别固定怎么放啊 没关系 我们就先把手呢 再次的给放下来 这一块部件 在这里 一个反折 利用收动关节 把它反折上去 到这个地方 OK 然后我手上这一款的话 这边的这个球关 感觉是比较松一点 这个呢 改善呢 也不是很困难 因为我待会拍完节目之后 我会把它给上一下胶水 跟各位提一下 这里是稍微有点松的 那么这里 这块部件的收法呢 是跟官方的模具是一样的啊 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反折的一个关节啊 不对 所以我记得是 这个地方有时候会忘记怎么收啊 这样子 OK 把它给塞到 它的一个肚子里头去 然后呢 这一块 这块部件往上翻的时候呢 它是要做一个 这块部件 本来在车型是这样子 你现在把它给翻转过去 这里翻转的时候 有一个秘诀了 就是说 你要把它翻折过去的时候 其实这块是要往下放 这样才能够转过去 你在这个高度的时候 你看它会卡住 这里会卡住 你把它放低下来 从这个地方 就可以就可以自然的通过 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特定的角度 你看 你要把它整个 整个拉直的情况下 它就很容易去做一个翻转 你只要往上面这样子 你看你一定放不下去 一定要推到最下面的时候来翻 就会很容易翻 OK 这个应该不是很困难 它就是一个角度限定 才能够翻得动的一个关节 然后呢 这两片部件 我们把它做一个 小小的一个翻折 它这个地方呢 上来之后呢 有一个整个部件往上挑 它这里是有一个 又是一个所谓的一个 很厉害的一个倒钩在这边 就把它给勾住 勾住这一块 整个都黑了 看得不是很清楚 不过这个地方的变形 跟原本的模具是一样 并没有做一个修改 所以也不用讲太多了 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 OK扣住了 不会掉了 那最后就是一个 腿部的一个变形 最近的话就咳嗽了 稍微激动一下 就会有点咳嗽的状态 OK 不对 手的话还要把它变形完 手的话是往后面 这里有一个松动关节 往后面退过去 然后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结合的卡扣在这边 它这里的这个结合卡扣呢 有把它给对掉 待会再跟原版的一个模具 做一个对比 你就知道了 这个地方 应该是说呢 原本的一个官方的模具 是手是凸 板子是凹 它这个反过来 变成说 手臂这里是凹 然后板子这里是凸 就是变成另外一种结合的方式 男女护掉的感觉 对不对 这样推过来 这里有点卡扣的一声 基本上就很紧了 不会掉了 然后两腿的话 做一个分开 腿部的变形相对比较简单 变形比较简单 变形的时候 然后这个地方 先把后面的这个 这个车 往底 这个地方 分开 分开 整块侧边的板子给分开来 这里分开 打开之后 方便我们这里做一个分开 这里 这块板子分开 然后这个整个脚板翻下来之后 往前面 转过去 这个板子呢 可以往上面先收上去 然后这里 翻折过来 这里有个突破到的一个结合 在这边 把它给扣上 那再来这块部件呢 是这里 这次多了一个 伸缩的弹簧 我们要把它给转到 这个 加油的这个盖子 这个部分是朝前的 然后呢 这个地方 这块部件 这里有一块金属部件 这一块 我们这里的中间的这个连接的这个连接的这个杆子呢 是要穿过 是要穿过这一块的 从下方过去 从下方过去 这样子 这里过来 看到吗 这一块 这个连接的这个部件 是在这个铁键的下方 然后到后面这里 做一个突破到一个结合 这个边 好 扣上了 然后这个脚底板的话呢 这里还有一块部件 记得把它给翻出来 这里有点紧了 这个关节比较紧一点 好 那么这一侧的腿呢 就算是变形完成了 另外一侧的变法也是一样的 你也可以呢 这个 这里先松开 然后这个脚掌的部分呢 在这里 这一块部件 整块部件呢 就把它给翻出来 这里 翻上来之后好像会自动会把它撑开一点点 这个结合卡托都比较紧一点 我手上这一款的一个密合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在掰的时候就是 拨开它的时候是稍微有点困难 这里的话 这块部件往上面推 这里往上推 推上来到这边 然后这里有一个突 跟这里的一个洞 这里 然后跟突结合 好 这里也是扣的比较紧实一点的 然后这一块部件呢 就是利用这个弹簧把它给拿出来之后 往到这里转 穿过这个部件 然后我要提一下这一块部件呢 是一个很有延展性的一个塑胶 基本上有点像是不会提 反正就是一个韧性很好的一个塑胶 够上 腿的话呢 到这边 脚趾的话翻下来 然后这个原本脚底板这块部件 把它给翻出去 整个变形来讲的话呢 从车子变成人的话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呢 这个呢 最后 要等一下 这个 把它的 一个 这个吧 最后肩膀这个部分 我看一下网友的放法 有的放的很帅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放的 其实有一些放法是非常非常赞的 但是不知道是怎么样子去弄的 有些人放的很厉害啊 这里背包 如此这般 OK 扣上啊 全部都已经有扣上 那最后就是一个武器的一个部分 这个这个部分 把它给翻一下来 好这边 武器的部分呢 就很简单了啊 这里 左右手的话 什么什么 哪一只手放什么武器 好像随便啊 好像没有什么很必要 没有很必要 一定可以怎么放 手放的太低了 稍微提高一点 那么另外一侧 把它给放上去 这个武器 这里是有一个关键 可以推的 给大家看到它的一个人形展示 在两侧的肩膀都 这个里面的球形关键 都有扣上的情况下呢 你这样子放 基本上呢 它是不会掉的 什么情况 它容易去滑动呢 或去掉落呢 你在玩这个玩具的时候呢 你玩铁皮的手的时候 如果你搓动过大的话呢 那个球关有可能会脱落 脱落之后呢 就会肩膀的两次呢 就会再松脱会垮下来 你平常这样的情况下呢 它是不会掉的啊 再给各位做个展示好了 稳定性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稳定性没有什么问题 反倒是这个手臂这个地方呢 你滑的太大力呢 它还是有可能会去掉出来 毕竟这个兵器的话呢 它还是有一定的重量了啊 那这个发光的装置的话呢 就再给各位做一个展示 这里绿色的光芒 另外一侧呢 就是一个红色啊 这里的话这个 这个发光的地方 在这里的那一侧啊 两侧都给各位 还同时发光好了 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武器专家呢 在第一步的时候呢 也是有一个两手 当时我就想 哇 这个叫我这么厉害 一手火焰弹 一手冷冻弹 对不对 然后它的一个头部的话呢 侧边这个地方 按下去 眼部也是会发光的啊 那这里的话 近距离地带给各位看一下 它的一个 因为是薄派嘛 所以是水蓝色的一个眼珠子 但是这种 这种发光的装置 是有一个缺点 就怎么样 没发光的时候 就是什么 黑的 好像已经死掉一样 挂掉一样 这个呢 已经 已经数次的呢 在相似的这个 会发光的头雕的这种 节目里头 已经跟大家有提过 这个也就是一个通病嘛 这个不可能说 你不亮的时候 它有一个基本的配色 不太可能的 那我们呢 再看一下它背包的部分啊 这两侧的部件的话呢 是已经被改良过了 我看这个 有网友好像是把它放成这样 就是斜着两侧 就是等于是有点遮盖手臂的 这个后方的这个空洞的感觉 因为这个铁壁 这个手啊 从后面伸出来啊 这个感觉的话 是比较奇怪一点啊 但是呢 这个铁壁 很多玩具也都是这样 我们也就不再多提了 然后这个可动啊 什么的 其实呢 并没有再多做一个增加 头部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 这个面雕 它嘴巴是给张开的 但张开之后 好像有点奇怪啊 为什么里头有一些 就是牙齿啊 什么的刻画 我不想很清楚啊 侧面 OK 有一些赛星文字的一个刻画 整个的钢琴K啊 上面涂装 7K的部分 其实来讲的话呢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棒 很高 那我们对比一下 原本的一个 NPM06的一个模具 没想到放大的 差别是这么样的多啊 那主要是修正了这个 肩膀会垮 它多了两个球形关节 帮助我们做一个辅助 平常摆放 我还是那么一句话 你平常这样子抖动 基本上它是已经不会掉了 然后身上的一些 原本灰色的部件 在这个时候呢 是整个的 变得更加的漆黑 然后腹部的一个部分的话 感觉变化是比较多啊 因为它原本腹部灰色一大片 这就变成黑的 侧边则是多了一些银漆 还有金漆的一个点缀 那武器的大小尺寸呢 这个给各位看一下 然后呢背包 这个原本的这个06呢 我是习惯把这两个这个板子呢 我是在手臂后面的时候 是习惯斜插到后面啊 然后固定稍微让手的这个重量负担呢 再减低一点点啊 但这一款的话呢 就没有这个功能了 然后背包的一个变法呢 我不知道其他什么变 我是这样子变啊 是把这个烟囱管子 是整个是倒叉的 这个背来看的话呢 我自己是比较满意啊 这个变法的话 气势还是非常强的 然后脚趾的部分呢 也多了一些一个可动啊 这个因为这个地方 原本的这个脚趾就可以动 你知道这块部件 也是新增加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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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节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金属的一个部件 整体的造型没有问题啊 这一款06的还原度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还是很帅气啊 就是这个整个松垮变形的一个难度就是很高啊 那我拿出一款官方过去最大的铁皮 给各位做个对比好了 这一款很久没有拿出来 电影第三集Leader Class的一个 别别别这样站稳站稳别别别别害羞啊 这一款这个的话呢 上面有很多的灰尘 我是拿出来的时候呢 我还有稍微擦了一下 我后面这个这个铁皮 我后面有很多地方都发霉了 这个是灰尘啊 你是直接是御天敌把你打过了 之后再没把你拿出来过了 就是看一下它的一个身高大小的对比 包括配色的部分呢 现在来看怎么会是这么样子啊 非常非常非常不妙的一个配色 最后我发现一个东西啊 我这个胸口这个地方 没把它给变出来啊 这里把它给再补充变形过去一下啊 在这里 那最后的话呢 总结一下这一款LS09的武器专家了 它是来自于Hezbo的MPM06 而MPM06本身就是一个变形体验呢 我给予很低分数的产品 以黑曼8的这种改造呢 顶多也就是在 OK在这根破船上面呢 再加几根钉 补几个板而已啦 尽管呢 它的头部手炮加了灯光的效果 涂装呢做了更好的改善 核心部件呢也有所提升 肩膀的话呢多了两处的结构 让它能够成个倒不易的形状 看起来更加的霸气 没有错 它是目前为止可变形的铁皮里头 看起来最有气势 最有分量 涂装应该还是最好的一款 但是如果你期望在这个玩具身上 得到一个所谓好的变形体验 或者是一个超高分数的铁皮 我只能说它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 好吧 那今天呢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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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